莉莉的姐姐比她大两岁 当初家里经济条件相当困难 为了供莉莉读书 姐姐在莉莉高二那年 就离家出去打工了 从她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她一直都觉得好像很对不起我 好像对我亏欠很多一样 就是说除了我爸爸妈妈以外 就是好像对我也亏欠很大 姐姐为自己读书放弃学业出去打工 光这个可能还不算上 莉莉上大学期间 生活费也主要有几个货 人心都是肉掌 随着渐渐的成熟懂事 她越来越感觉到对姐姐的愧疚 她每次都是 比如说讲了一些话给我 就是跟我讲 她说她会在那边认读书 读完以后她会认真工作 然后赚点钱 好好就是说报答我 她不忍到她都也跟我讲过 各位 故事讲到这儿呢 您听的可不光是姐弟亲情了 而是离异很长时间以来的一种心理轨迹 当然了影响她的因素很多很多 不过对她来说 姐姐似乎是她最在乎最看重的一个 夸张点说吧 她有点走火入魔了 咱不妨再看看她写的一篇博客 别说内容 你光看这题目就足够了 题目是 姐姐结婚了 我却哭了 我结婚那一天 可能 她说那天是晚边的时候 晚边的时候 打了电话给我 说着说着她就在那边哭嘛 我就跟她说 我说今天我结婚你说什么嘛 她就说她舍不得 她说她舍不得 她姐姐就这样子嫁了 她老是这样子跟我讲 她就一直在那边哭 她舍不得 舍不得 说实话 莉莉这时候的心情 我们不难理解 但冷静地说 有些过了 感恩是一种美德 可是要把这变成巨大的心理负担 那说明还是不够成熟啊 说白了 这是一种自我折磨 当然了 这其实只是压力之一 这个时候呢 莉莉已经知道自己要留级了 心理上的愧疚 学业和工作上的压力 再加上口吃和乙肝的困扰 结果她自己就这么概括了 在北京的六年 我过得比较异 异欲症和自闭症也慢慢严重 后期和莉莉一起 居住过的同学都说了 出事前的半年时间 明显能感觉到莉莉十分消沉 她很少和人说话 而且彻底放弃了工作和学习 整天沉浸在游戏 那天11号早上没走的时候 她就睡了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 9点钟 9点半了吧 然后她就在问我同学 她就说 大概七八点钟吧 晚上七八点钟走了 说走之前跟你说 出去前去了 然后然后就没没回了 是去前去了 然后就会关门了 我回来吧